我们家乡用米做的米酒 通常是下元宵做早餐或者是晚餐用的 有人说不能适用是饭街 请问不知是否属于酒的范围 酒这条范它是属于这范 本身没有罪 五范里面啥道淫妄 那个叫属于性罪 你不受戒做这些事情都有罪 那么酒这条呢 你要是不受这个戒 没有不犯戒 那佛为什么把酒也定作众戒呢 酒啊它叫做遮戒 这个遮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预防 预防是酒醉之后乱戒 怕你酒醉之后去造杀到阴望 是做一种预防 所以这条界的开云特别多 你比如用酒 这个菜里面呢 做做料 这个可以用 为什么呢 你想想它 它不会醉 你就在这个元宵里或者其他东西都作为做料 厨房里面的料酒可以用 这个尤其是中国的中医中药 中药里面有很多用酒来喝约的 甚至于有酒做药引子的都可以用 这个都不犯戒 那么由此可知 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戒条 通情大理 不是这个一成不变 那么过去我在台湾 我有一个老朋友 他的年龄比较大一些 大不多 大概大个三四岁 在抗战期间 他是待遇农的部下 住下待遇农带列 那是搞这个特工 对日本人作战 这个首都沦陷之后 他们一直留在南京 做这些钱包工作 那么有一次被日本人发现 日本宪兵队追捕他们 那个抓到之后 死刑 死还不是让你好死 总是想尽方法把你遮捕死 那么他们有两个人被发现 发现之后 他们逃到南京中华门外 中华门他们 到雨花台那个地方 有个寺庙 他们跑到寺庙里去 求老侯上救他 老侯上很聪明 把他的头一剔 穿个海青 穿个海青 叫他们跟着大家去做佛司 日本宪兵队也到了 到处搜查 找不到 这两个人脱了 脱了血 胜利之后 他们几位对这个老侯上救命之恩 念念不忘 非常感激 回到南京之后 有一天办了一桌丰富的酒席 请老侯上来吃饭 来感谢他 老侯上一来了 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 这侯上吃素的 我们这里又是鲫鱼 鸭肉又是酒 这怎么办呢 老侯上了不起 老侯上坐下来 没有关系 来照吃 这叫开悦 这些人对这个老侯上 佩服的五体头地 才晓得佛家什么叫大慈大悲 他不是有心 那个心是真诚 真正感激 但是苏活了 不知道出家人吃素 老侯上居然的时候 没有给他难看 坐下来照吃 照陪他们 接受他们的感激 一生不忘记 佛法高 假如你自己要找一些信徒 请你喝酒吃肉 那你叫饭街了 那就大错大错了 这个叫属于开悦 这个是感化众生 可以这么做的 这个老侯上不是普通的出家人 这真有德行 通勤大力 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做参考 旧地开悦很多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常常到华音联社 台湾有个华音联社 智光老好生 南庭法师 我们都很熟 那个时候智老法师 七十多岁 那么我们常常也在寺庙里吃饭 他们对我们很爱护 我那时候就二十几岁 把我当作小朋友看待 在一桌吃饭 我就非常奇怪 他每一餐饭的时候都有一杯酒 我们看到不敢讲 以后啊 学佛到台中亲近李老师 我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 李老师点头 他这是开悦 年岁大 身体不好 这个酒啊 能够帮助你血液循环 当作药用 这个可以 我们才明白 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话 用这个酒可以帮助 但是酒最好还请教医生 因为酒的性质不相同 你比如 这个一般在中国的茅台 茅台它的性质是收敛的 适合于冬天 不适合于夏天 夏天呢 像五粮液啊 这个酒啊 这都是个 这个 含酒精程度很高的 它是望外散发的 适合于夏天 所以要懂得我们的体质 要懂得四季 这个循环 最好请教医生 什么样的酒 对于你的身体 有帮助 如果你用错了的话 那有伤害 不但没有帮助 还有伤害 要请教医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